在清代宫廷中,如意备受推崇。如意在紫禁城,一个圆许多宫殿中,成为重要的陈设品。如意还是一种代言的器物,有时不虚言语,使通过手中的如意,便可表达己意。 在清代紫禁城中,每逢喜庆年节,帝后,皇太后受担,光中婚庆,臣子们都敬献如意,以表祝福。如意也是皇帝选后妃的信物和凭证。 不仅如此,如意也是皇帝,皇后赏赐皇宫大臣之特殊礼品,若那伟大臣官员获得皇帝钦赐的如意,可谓是光宗耀祖的姓氏了。 如意的数量在乾隆一朝达到了顶峰,仅仅是乾隆的重庆皇太后甄嬛传中的甄嬛,就收藏了超过3740柄如意。 让我们来欣赏光彩多目的如意,你也会喜欢上它。